身体发疯,瘦之父母 头发跟随古人一生 其重要程度等于我们现在讲的第二张脸 在上周时期 定时沐浴就是重要的习俗或者风俗 湿经小牙采绿中也称积极 屏幕中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老娘的头发都已经大卷了 我要回去洗个头 那到了秦汉时期 就已经有了三日一洗头 五日一沐浴的习惯 我们现在洗头的三个步骤 浸湿、打泡、冲水 其实在古代 人们就已经和我们现在的习惯一样了 最先被发明的洗澡水 其主要作用是取出油脂 灰尘其头屑 防止脱发 保持头发乌黑顺质 在洗头的专业领域 古人的创新精神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经过百年的沉淀 各类洗发护发产品 成熟不穷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科普时间 首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植物 造甲 造甲也称造脚 豆壳植物 直到现在中国植物质中仍然有记载它 加果兼织 可代替肥皂 用于洗涤丝毛之物 其实头发也相当于丝毛 只不过丝毛植物是动物的薄 而头发是人的毛 造甲之所以这么好用 是因为其中含有多种造甲类物质 造甲的化学结构中 六一甲源具有不同程度的氢质性 糖链具有较强的氢水性 使得造甲成为一种表面活性剂 水溶剂 正以后能够产生持久性的肥皂酱泡沫 一些富有糟干植物的提取物 也被用于制造乳化剂 洗洁剂 发泡剂等 那第二种就是草木灰 走后背脊方理说 以灰之洗净须发 这在古代就相当于最便宜最连接的洗发水了 不仅可以用于洗发 还可以用来清理物品洗澡 一方面是因为草木灰里含有碳酸钾 再溶于水后呈碱性 可以油脂类反应 另一方面类似活性炭 也有吸附污物的作用 但是草木灰似乎更多被作为辅料 配合造甲木槿液等一起使用 主要是大量使用容易呛鼻子 而她的姐妹锦葵可植物木槿 一样含有丰富的粘液质和罩干 原理上和造甲近似 但造甲为人不起的是刺味刺鼻 而木槿液却舒适清心 相比之下更简可爱 现在浙江期内还有老人愿意用木槿液 如果实验线再早一些 那就是最为传统的方子 方子就是用桃米水或者是发酵的米汤来洗头 在先行的离记中 就提到了桃树米汤来洗发洗脸 那在作战中也有先行的记载 至于微微发酵变酸的米汤 那时候叫做姜汁或者是甘汁 也是用来经常洗头发的东西 大米糟糠豆类之流也都是可用制裁 也可以发酵除非后使用 因为使用者身份地位和家境的关系 各种类的叫法也是很多 离记里就有秦汉时期 贵族斯大夫洗漱的相关描述 别的先不理谈 离记前面塞到的墓就是用洗发 记则被认为是洗涤古米高粱后留下的水 而在实际外妻寺家中也有关于洗发水的记载 汉文帝皇帝豆氏 少年时家中贫困 年幼的弟弟被人买去 离别时豆氏向连家讨来洗米水为他洗头 寄托深情 由此可见淘米水在古代洗头界的地位之高 相较于淘米水 油茶茶树种子榨油后留下的残渣也可以用来洗头 但多在民间使用 毕竟茶树这种东西需要因地之谊 茶子油的运作机里也类似于皂夹和皂干 但它的优点在于护发和养发 如今有些洗发水 还以它们为明星成分进行宣传 不过这种洗发水毕竟是二次加工的产物 获取起来不太方便 恐怕果人也是本着无尽其用的心态来拿来使用吧 关于芝麻叶的用处呢 民主的家俗是亲中提到 芝麻叶 康庆咸出 富人用书头目发去世 芝麻就是直芝麻 据称部分中医典记中也有记载 说是可以使头发有乌黑润在织效 可能在那个时候 古人就已经在为保养头发和头发做了打算 另外还有优先制中所提到的百叶 桃枝 7月7日 妇女才百叶 桃枝 肩苍木发 百科植物普遍含有芳香油 可以做可做杀菌之用 由此作为洗发材料 将来多半是因为这方面的功效 其他一些类似蛋清 手乌生姜之类 广为人知 而且更像是护发素的 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其实肥皂之类的东西我们也挺早就有了 唐朝孙思苗的千金义方中 已经有关于藻豆的记载 就是以豆科植物种子研磨成粉 搭配各种香料制成的原始版肥皂 不过用来洗脸洗身体比较多 卖脸在于百里透红 香气扑鼻什么的 那视频最后呢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那如果只是从双减综合的角度来说 尿液洗头也可能达成一定的效果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勇士 可以试试我这个办法